搭过飞机的人都知道,每次飞机在准备起飞和降落时,工服员都会要求靠窗的乘客将遮光板打开,无论当时窗外是否有着刺眼的阳光。 其实这在飞安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能够增加所有乘客在发生事故时的存活率,而背后也有着几个理由。 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飞机在起飞前的6分钟和降落前的7分钟,是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间,因此也被称为黑色13分钟。 为了降低事故的几率,工服员会在这个时候要求乘客将桌板收起来,座椅调整并扣上安全带,同时打开飞机窗上的遮阳板。 这些动作可以让不幸的事故发生时,乘客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疏散撤离。 其中打开遮阳板这个动作也有着以下几个重要的功能。 如果飞机发生事故,紧急出口灯和客舱的照明灯又发生故障时,乘客可以靠着窗外的光线找到正确的逃生路线。 此外飞机如果在水面上迫降,其中一侧面向陆地,另一侧面向海洋时。 乘客和空服员就可以透过打开的飞机窗观察外面的环境。 判断哪一边比较适合用来离开飞机。 此外打开的飞机窗也可以让人清楚看到,机身是否有任何严重损毁或起火冒出的浓烟。 最后就是如果乘客受困无法离开机舱时,打开的遮阳板可以让前来救援的搜救人员掌握飞机内部的状况。 以便在第一时间做出准确的判断。 而飞机在准备降落之前,也会把机舱内的光线调按。 这是为了降低人类的眼睛在突然泄入黑暗时会导致短暂失去视力的现象。 如果真的发生任何事故的话,就能让我们的眼睛在短时间内适应黑暗,以便立即进行逃生。